美股波和华尔街专利 大家好 我是米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一直以来 人们都在争论着一个话题 什么是引领下一个时代的技术 谁又会是哪家改变世界的公司呢 就像30年前 第一代PC互联网时代 IBM和微软脱颜而出 10年前 第二代移动互联网时代 哄红了苹果和谷歌 现在移动互联网 已经快要发展到瓶颈 下一个改变世界的技术 正在蠢蠢欲动 有人认为 会是可穿戴设备 也有人认为 会是互联网 但这些 充其量还只不过是互联网2.5时代 真正能够引领 第三代互联网变革的 很有可能会是最近 特别火的一个概念 元宇宙 从上半年被称为 元宇宙第一股的Roblox上市 到前不久 Facebook改名Meta 再到最近一周 英伟达因为元宇宙概念 而股价暴涨 元宇宙这个词 已然成为了 今年投资圈中 最火的概念之一 如果从未来往回看的话 2021年 很有可能会成为 元宇宙的元年 投资者的亢奋可以理解 想想伴随着 第一代和第二代 互联网的出现 诞生过多少伟大的公司 有过多少 能够改变命运的投资机会 你就能知道 下一代互联网的革新 对于现在的投资者来说 有多重要了 但是想要乘上 这改变命运的班车 其实并不容易 不然你也不会看到 那么多投资者 因惋惜错过上次变革 而猛拍大腿了 今天美特丁就详细的 给各位看官分析一下 元宇宙概念 对于我们投资者 具体的影响 我们又该怎样布局 元宇宙这次革新呢 那么什么是元宇宙呢 元宇宙指的是一个 跟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 拥有一套完整的社会体系 和经济体系 电影《头号玩家》 就曾把元宇宙的 终极形态展示出来 人们可以通过VR头盔 将自己的意识和感官 与虚拟世界相连接 实现真假难辨的沉浸式体验 一旦戴上VR头盔 我们就可以在虚拟世界中 从事各种活动 比如社交 娱乐 学习 旅行 等等等等 甚至可以体验一些 我们在真实世界中 所无法体验的活动 比如虚拟游戏 太空旅行 等等 元宇宙听起来 确实很令人兴奋 但也多少给人一种 不切实际的感觉 我们要知道 元宇宙不会突然有一天 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它肯定会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要想实现元宇宙的终极形态 中间还会有好几个阶段 有些阶段 现在看来 可能确实有些不切实际 而有些阶段 则是我们很快就能够看到的 这点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尤其重要 我们必须清楚 哪些趋势是我们能够成上的 哪些只是想象 无法反映在当前的投资价值中 我将元宇宙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阶段 就是 AR VR技术应用场景的初步拓展 随着硬件设备的更新 和底层技术的迭代 一些简单的应用场景会开始出现 比如游戏 简模 网上购物等 在这段时间里 元宇宙的概念仅仅是提升一些现有服务的体验 它只会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我把它称之为元宇宙的1.0时代 随着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服务可以应用到元宇宙这个概念 元宇宙会进入到2.0时代 这时 它主要会给社交和娱乐这两大服务 提供更好的体验 比如你可以通过虚拟影像的方式 跟远在异国他乡的亲人聊天 虚拟影像会投影对方的表情 肢体语言 就跟坐在你对面的感觉一模一样 另外 沉浸式娱乐将会成为主流 除了我们能够想象到的3D场景游戏外 还比如 看球赛时 你再也不用怼着一个大屏幕了 当你戴上VR头盔时 就可以实时看到NBA球星在你的面前投篮 就像坐在场地的第一排看球一样 当元宇宙技术区域成熟 使用的人和参与的企业都越来越多后 元宇宙就很有可能会进化成一个虚拟的社会 并自成一个经济体 我把它称为元宇宙3.0时代 这时 元宇宙就不会再局限于社交和娱乐等基本活动了 它几乎可以取代我们真实世界中的一切事情 在虚拟世界中将会有真正的工作 商业外卖 虚拟的资产和货币 甚至可能会出现独立的政府 而这些又可以与真实世界相互通 结实将会出现新的基于元宇宙社会的应用 也会有新的基于元宇宙的职业 到了元宇宙的终极形态 虚拟和现实可能就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 这时就进入了元宇宙的4.0时代 人类能在虚拟世界中体验现实世界所有能够尝试的体验 甚至可以做到在真实世界中所做不到的事情 人类是充满想象力的 之前我们的幻想只能够停留在视觉和听觉这两个维度上 比如我们可以把幻想拍成电影供大家观赏 但是在元宇宙4.0时代 虚拟技术也许可以控制人类的大脑皮层 实现味觉嗅觉触觉等感官的模拟 让你坐在自家沙发 就可以感受到吃到虚拟美食的快感 深处花圃中的芬芳 或者遨游太空的失重感等等等等 如果元宇宙的终极形态可以实现 那么很显然 现在现实社会中的所有活动都可以在元宇宙中实现 反过来 元宇宙中的活动 现实社会中却不一定都能做到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元宇宙的经济规模必然会大于现实世界 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就曾表示 元宇宙流量的价值将会是现在Facebook流量价值的十倍之多 照这个意思 元宇宙未来所创造的经济价值 也很有可能比现在互联网所创造的价值要大十倍 意味着这会是一个数十万亿美元的产业 这绝不是天方夜谭 而是切切实实一定会实现的事情 只不过是时间而已 这话可不仅仅是我说的 扎克伯格 马化腾 英美达CEO黄仁勋都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而疫情也更让人信服了这一点 疫情这个天灾暴露了人类远程交互 或者说是虚拟交互巨大的需求 也暴露了现在我们在交互水平上巨大的不足 我现在问大家 你是否愿意继续远程的上课 开会 谈业务或者是相亲 我相信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这就意味着在人类交互体验上的提升是大势所趋 而且技术的不断进步 也给了元宇宙这个美好愿景 越来越高的可行性 随着芯片算力的提升 5G技术的普及 云计算 区块链等技术的成熟 元宇宙的发展也有了足够的土壤 另外资本也在加速进军这一领域 近几年包括Facebook Vera 苹果等科技巨头都相继进场 尤其是Facebook已经all in了元宇宙 这必将会推动新一轮元宇宙的发展 给吸引更多的资金来进场 毕竟元宇宙看上去还是一个数十亿的产业 嗅觉敏感的资本必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说到这里 我相信不少看官已经约约于世了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一名投资者的角度 重新来审视元宇宙这个机会 既然它有这么高的潜力 怎么投资者到底应该如何布局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 任何一个新技术或者新概念的发展 都需要一个过程 多好的概念都不可能一口吃出个胖子 就像元宇宙这个概念 我们必须要清楚 咱们现在离元宇宙的终极形态还很遥远 别说终极形态了 就是元宇宙的3.0或者2.0形态 也是遥遥无期 我们现在要想布局 就只能布局元宇宙的1.0形态 最多也只是把2.0的幻想 再放一点点能够实现的部分进来 我们切不可把所有基于未来的美好预期 都寄托在现在要投资的公司上 理性和客观的思考非常重要 更长远的愿景 我们可以再用一个发展的眼光去挖掘新公司 而当前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布局的 就像如果你假设自己身处80年代 要布局新兴的互联网产业 你是没有可能布局到雅虎 谷歌这样的互联网应用类巨头的 即便是当时就存在的苹果和微软 你也无法预计 他们在应用端的发展具体会怎样 而实际上 他们也都各自沉沦了近10年 才真正有所起色 所以你当时能够把握的 改变命运的真正机会 就是选中像IBM这样的公司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讨论一下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有哪些我们可以切实把握到的机会呢 由于元宇宙是一个超级终端 其中汇聚了目前市面上 几乎所有最新的技术 而且它还具有自由开放的特性 所以在这个领域里 不会出现像头号玩家电影中那样 一家独大的局面 我们要做的 就是找到元宇宙所涉及的所有领域 并从中挑出最可能会受益的公司 这第一个领域 就是元宇宙的基础架构端 这其中就包括芯片 5G 人工智能和云计算 芯片提供算力 5G提供快速的信息传输 人工智能提供算法 云计算提供运算 这其中我认为 芯片和云计算会是最重要的两个应用 元宇宙需要极强的算力和图像处理能力 这对于芯片的要求会很高 在这方面 无疑是英伟达的天下 在未来几年里 ARVR设备大概率还会迎来一波爆发 而垄断了GPU行业的英伟达 无疑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对于云计算来说 由于元宇宙需要大量的运算和网络资源 云计算的需求还会再上升一个档次 目前的几家云服务公司 包括亚马逊 微软 谷歌等都会受益 第二个领域是与用户接触的硬件端 刚刚说到ARVR技术 现在正用破图而出之势 未来几年大概率会迎来一波爆发 因此做这些设备的公司必将会受益 而与之相关的技术 比如眼球识别 身体语言识别等 也会成为资本追捧的对象 目前在硬件端领先的是 Facebook的Oculus头盔 微软和谷歌也有类似的产品 而一项克制的苹果 也很有可能在明年 推出新的VR设备 在这些公司中 尽管Facebook处于领先地位 但把软性结合做到极致的苹果 也很有可能会成为最大的搅局者 第三个领域是元宇宙的内容创作平台 元宇宙1.0和2.0的阶段 需要越来越多的人 去开发出新的游戏和应用 因此提供开发者平台的公司 会有很好的前景 目前在这方面有一定竞争力的公司 包括游戏引擎平台Unity 工业三维设计公司Autodesk 和被称为元宇宙第一股的Roblox 比起受热议的Roblox 我个人会更看好Unity 在游戏开发平台上的发展 因为在这一赛道 AR VR开发技术是一方面 渠道是另一方面 也是我认为更重要的一方面 Unity作用大量的游戏资源 能够很好的实现规模效应 帮助创作者变现 它最近又和微软联合开发出了 VR游戏开发应用 让开发者通过编辑器就可以设计VR场景 显然Unity也知道VR游戏是行业的未来 第四个领域是元宇宙的应用端 应用端是所有领域中最难看清方向的 因为很多元宇宙的应用 目前来看还处于想象的阶段 就像80年代谁能够想到 互联网中的搜索引擎会成为如此重要的一个应用呢 目前来看 在元宇宙1.0时代 能够确定实现的场景是社交 游戏和远程会议 这里最有可能受益的就是Facebook和腾讯 毕竟社交会是早期元宇宙中最重要的一个场景 而且两家公司都已经在该领域有所布局 另外在商业应用上也有一个清晰的入伤者 那就是微软 微软不仅已经研发出商业用途的HoloLens的VR头盔 而且已经推出了不少虚拟的商业应用 比如虚拟会议 在虚拟场景中用Office软件等等 由于微软一贯专注于商业 未来元宇宙的商业活动很有可能还是微软的天下 最后一个领域是数字货币 元宇宙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 而且不能被一家公司 甚至是一个政府拥有最终解释权 这就意味着一个安全不可篡改 保证隐私的去中心化货币系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所以区块链和加密货币 在元宇宙体系中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外元宇宙体系中必然会诞生很多虚拟的产品 以及相关的知识产权 比如数字化的艺术品 虚拟的房地产等等等等 这时候NFT也会成为它最重要的应用之一 时间原因 这期视频来不及把具体公司 在元宇宙上的发展详细说给大家听了 我将这部分内容放在了会员频道中 其中我重点分析了 Facebook 苹果 Vera 英伟达 腾讯 Roblox等公司在元宇宙中具体的布局 并且对他们的发展做了一定的研究 感兴趣的看官欢迎订阅我的会员频道 视频的最后 我想跟大家聊聊我个人对元宇宙的一些看法 元宇宙这个概念涉及的领域众多 牵扯的公司也都是些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大公司 我认为元宇宙的发展 必然会彻底打破现在科技巨头的生存环境 就像十几年前我们从PC转移到移动互联网时 科技巨头们所出现过的那场恶斗一样 这次元宇宙的出现也会是一场惨烈的大戏拍 在移动互联网的恶斗中 苹果和谷歌站起来了 诺基亚 戴尔 雅虎则被彻底打败了 微软和Facebook也在被打击后重获新生 最终造就了现在以Fan为核心的新一代互联网巨头格局 今天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接近瓶颈 元宇宙也许就会是那个打破这个瓶颈的概念 下一场恶斗再所难免 在这场恶斗中 没有哪家公司是能够全身而退的 也没有哪家公司能够一定胜出 强如苹果也可能在这场争斗中完败 苹果的崛起是因为iPhone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创性的作用 而元宇宙时代将会是一个让人们彻底抛弃手机的时代 你想象一下 当我们戴起头盔就可以实现所有与人交互的功能时 还会有谁去看口袋中的那个小屏幕呢 不过苹果也没有选择座椅代币 目前苹果也在研究智能头盔 预计明年就会发布 一直擅长做软硬结合的苹果 会不会再度开创一个新的VR智能设备 我们拭目以待 同样的道理 当今看似辉煌的公司 也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雅虎或者诺基亚 而一些备受争议的公司 也可能会在元宇宙的浪潮下成为新贵 所以不要以为微软和苹果就真的能问拿十年 也不要以为微软和苹果就一定不可能在未来十年再翻十倍 科技公司的发展就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具体谁能进谁会退 这个问题非常主观 我在会员频道中也说了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不过我相信咱们视频前的各位看官 现在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见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 最后我还想再次提醒咱们各位看官 虽然元宇宙的未来很宏大 机会也很多 但现在基本还是处于讲故事的阶段 我们不能把所有对元宇宙的幻想都寄托在现在要投资的公司上 希望美投金的观众能够理性地看待这一投资机会 因为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个过程一定会经历疯狂 失望再疯狂的过程 就像00年的互联网泡沫 18年的区块链泡沫一样 我相信元宇宙概念不久后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 也会出现大量蹭热度的公司 也会出现大量不理性的投资者 咱们要做的就是时刻保持独立思考 不要在市场疯狂时暴露过多的风险在元宇宙概念上 提前布局是好事 但也没必要执着于找到苹果或微软小时候那样的公司 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功案例是存在幸存者偏差的 当时有众多和苹果微软一样具有潜力的公司 都在大浪逃杀之下不见了踪影 所以在元宇宙的布局上 我建议在现在这个阶段 选择相对成熟的公司仍然是上策 如果你喜欢美投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